第一千零九十一集 青秋公主 杀 血色小仙跟那神光对撞 轰然消散 那丽鱼女子看到苏信还想出手 她连忙说道 还打 你可别太过分啊 告诉你 我现在虽然只是元神之躯 但可还掌握了数种青秋秘术 你也已经重伤 再打下去 我们只能两败俱伤 而我元神不灭 耗到最后 死的肯定是你 苏信停下手来 淡淡地说道 方才光骗我的是哪个呀 还冒充九尾天狐 取得倒是挺香的 鱼女子诧异地说道 我那可不是冒充的 而是货真价实的九尾天狐的气息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不对的 其实方才苏信并没有看出来 他的气息不对 他只是感觉这九尾天狐的语气 有些奇怪而已 好像迫不及待地 想离开这里似的 堂堂九尾天狐 昔日 妖族的主宰者 怎么会是这种性格呢 而之后对方使用精神力 来影响他的心神 苏信 这才断定 对方肯定是有问题 他虽然不知道九尾天狐 有多强 但显然 对付他这样一个容身境的武者 是绝对不可能用出 这种低级的手法的 不过 苏信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他只是淡淡地说道 你若真是九尾天狐的话 那之前 你就不用跟我说 那么多的废话 直接以强大的精神力 来操控我的精神便好了 而不是最后小心翼翼地 用精神秘法来迷惑我 那绿衣女子 郁郁闷地叹了一口气 上万年了 好不容易 见了一个人 结果却是冷静地可怕 估计若是换个人 恐怕早就在那九尾天狐的气息下 吓得尿裤子了 哪里还会像苏信这般的冷静呢 不过这是 那绿衣女子忽然说道 好吧 方才我的确是骗你的 我不是九尾天狐 只不过 我刚才说的那番话 也不全都是假的 只要你能带我出去 我保证 你能够静身阳神 甚至真武 也不是不可能的 苏信皱了皱眉 这件事情有些古怪 他没有立刻便回答 而是反问他 现在我倒是应该 问你几个问题了 你到底是谁 那立于女子 傲然道 我乃是青丘狐王之女 青丘一族公主 青梨 说完这句话后 那篇苏信的表情 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 这让青梨 是顿时一受眉 你不惊讶 苏信反问说道 我为何要惊讶 妖族七十二路妖王 都是可以媲美真武镜的存在 你只是七中一路妖王的女儿 那就证明 你最强 也只是堪比 武者当中的 阳神镜而已 当然 现在的你 可能还不如阳神呢 而阳神镜的武者 我杀了可也不是 一个两个 我面对你 为何还要惊讶呀 青梨差异的 也得苏信一眼 这才说道 方才我说的 你考虑的如何了 你带我出去 我保证会给你 应有的报酬 可以让你 百分百晋升养神 而且 你也不用担心 我的信用 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妖族的信用 可要比你们 人族好上太多 苏信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 饶有兴趣的神色道 这个 先不着急 我现在好奇的 反而 是你为什么 会在这里 青丘狐王被镇压 你也跟着一起 被镇压了吗 但外面 那些上古妖王都死了 你为什么还活着 我为什么 要告诉你这些 经理皱了皱眉头 苏信淡淡地说道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 不告诉我 但我一样 没有心情在这里 跟你虚与伪移下去 以你的实力 奈何不了我 我可以随意地离开 但你想再碰到一个人 在机缘巧克下进来 那可就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青临的面色 变了数遍 他第一次感觉到 这人的可恶 但正如同苏信说的那般 眼下是他要求着苏信 而不是苏信要求着他 他必须要靠苏信 才能够离开这里 而苏信 却是可以随意地一走了之 最重要的是 动枪也没用 他也不敢 之前苏信已经展现出了他的实力 那元神之间的秘术 便可以文权地克制他 更别说苏信身为武者 他自身更是掌握了数种惊人的武器 他方才使用的是他们青秋湖族的天赋神通 但结果这样 也是依旧被苏信给察觉了 这点便足以看清 苏信在精神里的恐怖了 青临想了想说道 好吧 既然你想听 那我就告诉你 看到青临这么立足 苏信 本倒是诧异得很 你难道就不怕我 把这些都说出去 引来强者将你镇压 要知道 就算是死了的妖族都堪称至宝 更别说 你这个活生生的妖族了 青临不信一顾地笑道 你也应该发现了 我现在是元神之躯 再加上 我青丘异族的秘书 就算是你们人族的真武镜强者来了 也杀不死我 反正我都在这个地方 困了一万年了 换个地方 总要好过继续在这里待着 说着 精力便将他的身份和 为何会被困在这里 都详细地说了出来 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 并没有保留 反正 苏信就算是引来的强者 也杀不死他 所以青临也是有恃无恐的 上古仁皇带领人族强者 镇压妖族 创下了一世皇朝的根基 这件事情江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 不过当初的一些细节和密心 就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 在仁皇的带领下 妖族伤亡惨重 甚至差不多都要被杀绝种了 所以当初一小部分的妖族 更不想再继续地跟仁族死各了 打算和仁皇签订盟约 准备议和了 仁皇将数个独立的空间 交给了妖族 作为他们隐世的地方 而妖族也承诺不再出事 扰乱世间 说到这里 心里冷笑了 哼 你们仁族的那个仁皇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当初绝对有力量 把妖族赶尽杀绝 不过那样 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他为了要彻底地征服天下的 所有小国 所以才跟我们妖族立下盟约 把这部分的力量投入进去 最后 把所有不臣服他的小国 全部覆灭了 对于当初仁皇的选择 苏信倒是感觉很正常 让外避县安内 当初在妖族的强大压力下 仁族在仁皇的带领下联手 这没什么问题 但眼下妖族已经被打残了 甚至都已经对仁族造不上危险了 既然这样 仁皇为什么还要费力气去赶尽杀绝呢 把这部分的力量留着去安内 才是最重要的 我清秋胡族一脉 原本就没怎么参与 妖族和仁族之间的战争 而且 当初我父亲已经老迈 寿缘将近 所以听到仁族和妖族议和 我父亲便立刻同意了 准备在清秋秘境当中隐居 在签下盟约不久后 我父亲便去世了 而我 因为还没有到妖王之境 也就是你们仁族所谓的真武境 所以还不能继承清秋之主这个位置 我便准备在秘境当中一直前修 但没想到 这时有人寄予我清秋一脉的质宝 便连是我族中的败类 将我引出了清秋秘境当中 想要夺得那质宝 说到这里 清离那绝美的脸上 映现出了一丝问道 当初的妖族还剩下多少 那些隐世之地又在哪里 清离摇摇晃晃地等 没算过 不过应该剩不下多少了 其实阿鲁妖王只剩下不到十个了 而且现在已经过了万年的时光 我们妖族的寿缘虽然长 但也只有几万年左右 那些妖王在隐世之前 就已经有了很长的寿缘了 所以现在还有几个活着 我也不清楚 就好像我父亲一般 肩下蒙约不久后 他便因为寿缘耗尽而去世了 对于清离的说法 苏信倒是没什么意义 他应该是没跟自己说谎 现在的妖族 应该是真的已经衰落到了极致 其实想想也很简单 妖族只是隐世 而不是费封印 如果他们还真的有实力的话 那他们为何上万年都没见踪影 只是在隐世之地待着呢 原因很简单 无外乎就是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弱 所幸便不出来 一直隐世好了 按照经理所说 那七十二路妖王 若是只剩下不到十人 其中还有寿缘耗尽的几人 那都不用中原武林联合出手了 光是大洲出手 都能够将其解决的 对了 传说中 你们妖族不是还有大圣的存在吗 他们人呢 经理道 我们妖族 昔日便只有七位大圣 五个战死了 两个寿缘耗尽死了 那妖皇呢 经理翻了一个白眼问道 你见过你们人族的人皇吗 当然没见过 那不就得了 妖皇在我们妖族当中 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早就不知道 死了几万年 还是几十万年了 上哪找去 虽然经理出身妖族 但听她的口气 好像也对妖族 没有多少敬畏 其实想想 倒也是正常 她可是被自己的族人 出卖的 嫌疑是里面 肯定对她的族人 甚至是妖族 都有些怨对的 不过这时 清离了眼睛 却是忽然一转 她继续地说道 我可是已经把事情 全都告诉你了 现在也应该你来表态了吧 原来 我只是想要让你带我出去 不过我感觉 你在人族当中的位置 应该挺高的 不如这样 你带我出去 并且帮我寻找 其他那八道元神 我可以给你许多的好处 不要怀疑我是在 匡骗你 我之前的实力 虽然只堪比 你们人族的羊神境 但我父亲 比较喜欢研究 你们人族的一些功法 所以我的脑子里面 可是有着你们人族 上古时期的一些 强大功法和修炼经验的 你应该知道 这些东西有多珍贵 只要你能答应我的条件 这些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 苏信看着清离 笑了笑道 抱歉 我没那个时间 还有 你是怎么看出 我在人族当中 地位挺高的呢 虽然苏信 对妖族不怎么了解 但他却知道 清秋湖族出身的 肯定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们这一脉 相当于人族的 幻魔党和白莲角 主修的 都是精神上的密法 刚刚进来的时候 这妖女 还企图用蒙骗夹 威逼的方式 来骗她带自己出去 现在被苏信看穿 这一切 又改利诱了 清离是眨了眨眼睛说道 看你处在人族当中的地位 倒是很简单 每个人身上的气势 都不同 七日 我跟你们 一世皇朝的那些高手 也打过一些交道 你身上的气势 跟他们很像 不像是草莽出身的舞者 还有 我方才说的话 可不是在详骗你 只要你能够帮我找到 另外的八道元神 这些东西 我真的会给你的 如果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 那这样 你只要找到一道元神 我便给你一部分的报酬 你看如何 苏信依旧是摇摇头的 不怎么样 你现在记忆缺失 就连你自己 都不确定自己 其他的元神 究竟被镇压在了什么地方 我可没有那闲工夫 陪你一起去寻找他 若是谁带着你出去的话 这些条件 还勉强可以接受 清离冷笑说道 都说你们人族贪婪 现在一看 果然如此 狮子大开口 也不是这么来的 你带我出去 根本就费不了多少的力气 现在还想要这么多的东西 对于带清离出去 苏信倒是不怎么排斥 在苏信的心里 无所谓正邪善恶 只有两种人 盟友和敌人 前者不能杀 后者可以杀 第1093集 邪义 妖族自上古时期 退出这个舞台开始 便已经彻底的废掉了 现在那些妖族的隐世之地 还有多少人 在苟延残喘都不知道 放清离这么一个全省时期 才只是阳神静的妖族出去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况且就算他真的在江湖上 掀起了韬奸杀孽 这又跟他苏信有什么关系吗 反正他造成的杀孽也不少 只要好处拿到手中 一切都好处 只不过清离想要让苏信帮他找寻 那八道原神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那时间 还不如安心地修炼 背着他满世界地乱跑 那纯粹就是在浪费时间 苏信的油盐不尽 让清离看得牙根之痒痒 但偏偏他还不能就这么让苏信离开了 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这万年来 苏信是唯一一个进入到这里的人族 下一次还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离能够看出 苏信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在跟他讲利益 根本就没把他妖族的身份 当成是什么阻碍 对于清离来说 跟苏信这样的存在打交道 肯定是比一些对妖族存在偏见的正道人士 是打交道要好很多 苏信可以为了利益跟他交易 但那些人却很有可能将他关起来 再次镇压 虽然他现在元神九分 只是一道元神未死 其他的元神便都可以不灭 但如果再次被镇压 他这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也就白费了 所以最后清离才改变了主意 准备要跟着苏信 在众多妖族当中 他们清秋五族的势力 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却是最能够算计的 星离的经验虽然还少 但他显然要比那些看起来 直来直居的妖族要聪明多了 最后他跟苏信两个人虚语尾仪 讨价还价了半天 这才终于定下了协议 苏信带他出去 并且让他暗中跟在身边 不用刻意去寻找其他的八道元神 但只要意外发现 苏信便要帮他去寻找 反正经历是元神之躯 可以附在任何的东西上面 比如他附在苏信的飞血剑上 便可以冒充剑灵 方便得很 绝对不会被其他人所察觉的 而他给苏信了代价 则是那些上古强者的修炼手技 和各种强大的功法 需要实现预知一部分 定下习义之后 星离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还是先定下一个元神誓约吧 这是清秋一族的秘书 只要双方有人违反了誓约 立刻就会被元神反噬的 苏信摇摇头道 不行 星离的眼睛一眯 美丽的双目之中 流露出了一次危险之色 什么意思 方才你是在敷衍我 苏信淡然的说道 你们清秋一族的秘书 我信不过 应该说 对于妖族的秘书 我都没有研究过 谁知道这里面 有什么机关算计 万一你在里面坐的手脚 我最后岂不是要受制于人吗 这什么所谓的元神誓约苏信 是一定不会去用的 应该说 无论是任何情况下 受制于人 苏信都会拒绝的 他不会把自己的安危 放在一个所谓的密法当中 毕竟这种事情 苏信也曾经做过 当初 再给积号点 那朵宁神花上 苏信便动用自己 从那白玉石板上 得来的密法 做下了手脚 结果 就是因为 没有人知道 那白玉石板上的 云神密法 这宁神花上的手脚 无论是孙不亥等 左道蒙的人 还是皇宫大内 那些镇法宗师 都没有发现 眼下也是一样 苏信对于这妖族密法 根本就不了解 万一清离 在里面 坐下的什么手脚 以现在苏信的实力 根本就发现不了 清离气节说道 那你说怎么办 苏信一摊手 我苏信说话 言而有信 你若是相信我 那我们 便按照协议去做 我苏信虽然 谈不上是什么好人 但起码还没有 坑过自己的盟友 清离别的别嘴 言而有信 虽然他才接触苏信 没多长时间 但他怎么感觉 这苏信 也不像是一个 言而有信的人 可是以至此 他也只能是 选择相信苏信 反正苏信 是有恃无恐的 当然 如果到了外界 苏信若是想要反悔的话 他也是一样 又密法自保的 所以清离最后 冷横了一声道 哼 行 那就这么定了 这里的阵法 都是专门给妖族准备的 妖族的力量 是无法打破这里的屏障的 因为我是在 这处封印之地 建成了之后 才被封印到这里的 所以 我这处空间当中 倒是并没有 被人布下一些 磨灭我力量的杀阵 这里的一切 也都是我不知出来的 所以 我只要附在你的剑上 你用你的力量 打破这处空间屏障 就可以了 苏信摇摇头道 先不忙 你既然 在这处封印之地 建成后 才被镇压在这里 那你对这地方的 封印的妖族 了解吗 清离一眼就看出来 苏信打的是什么主意 他淡淡地说道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消息 那就告诉你吧 就当是 捡给你的交易定金了 这处封印之地的价值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我在这里这么多年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些被封印在这里的妖族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有些 甚至都死了几千年了 差不多都已经化作灰飞了 能够剩下一具尸体的 那都是凤毛麟角 苏信点了简头 这点他之前卷已经猜到了 也的确是如此 光是他自己便走了个 数个空间 结果就只遇到 一具巴舌的尸身能用 不过这时 清离忽然说的 不过 现在整个封印之地 倒是还有一尊妖王活着 只不过 他也是离死不远了 估计现在 已经衰落到了极致 甚至连神志都已经没了 清离说这处封印之地 竟然还有一位妖王存活 苏信下意识地问道 是雷虎王 那位妖王说自己 炼成了什么 无灭妖魂 连真无尽的 陆宗海都杀不死的 而且看他的行为 好像很不愿意 就这么去死的感觉 那位活到现在的妖王是他 清离不解地撇撇嘴道 那一死早就死透了 活到现在的乃是赤火脚王 他虽然只是脚龙一数 但体内却是蕴含着真龙血脉 所以才能坚持到现在 苏信神色一动 他问道 你跟那雷虎王有仇吗 不是我跟他有仇 而是我们整个清秋湖族 跟他都有仇 我们清秋湖族以前 无善争命战斗 跟他起过几次冲突 但最后都吃亏了 第1094集 主线任务 苏信点点头道 那好 我们先去那赤火脚王所在的空间 对了 那赤火脚王 现在还剩下多少的力量 我能否将其斩杀呢 清离道 不用那么费劲 那赤火脚王 已经没有了神志 你在原神上的修为不低 再加上我也出手 以我们两个人的原神之力 完全可以将其掌控 随便怎么视为都行 赤火脚王 跟你同属于妖族 我要杀他 你好像并不排斥 粗信忽然问道 经理反问道 我为何要排斥 以前父亲便跟我说过 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 只要有力量的差距 便会有争端厮杀 妖族杀戮人族 是为了保证地位 而吞噬人族舞者的气血 也能够增强我们妖族本身的力量 但同样的 妖族之间也会互相杀戮 你们人族的魔道舞者 也会杀戮无辜的人 来修炼魔工 大家都是一样的 被力量所驱使 互相杀戮 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只是你们人族比较复杂 才想的那么多 以前有妖族在的时候 你们把世间生灵 分成了人族和妖族 给互相之间的杀戮 找了一个借口 后来等盟约签订 妖族隐士之后 你们自己又弄出来 一个正道魔道 还有一些国家 同样也为自身的杀戮 找了一个借口 其实 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思 苏信诧异地看了清一眼 他的父亲 上一代的青秋狐王 倒是一位智者 看得很清楚 所以 他当初很果决地 便跟人族签订了盟约 不在 掺和到两族之战当中 事实上 他做的 也的确没有错 像那的义虎王 那样看不清形势的存在 现在都已经被镇压了 清离身为元神之躯 他倒是很简单的 便附在了苏信的杯血剑上 而苏信 则是直接展开空间屏障 来到了另外的一处空间内 这处空间并不是 那赤火教王所在的空间 苏信虽然找不到方位 但清离却能 所以清离拿着苏信 找准了方位 直接向着那赤火教王所在的空间行去 那处空间并不在最中心 所以暂时还没有被其他人找到 等苏信进入到了那片空间后 顿时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寒气袭来 赤火教王乃是火属性的妖族 而这地方却是寒气淋漓 显然是专门为了削弱他力量准备的 在那处空间的最中央 一尊数百丈长的巨大蛟龙在嘶吼着 他身上赤红色的鳞片释放着灼热的气息 不过却被周围的寒气压制得极其虚弱 看到那赤火教王的样子 清离摇摇头脑 算你倒霉 他现在全身的精气已经快被消耗一空了 体内最为珍贵的内单 也是跟着消耗掉了不少的力量 差不多只相当于阳神经的水平了 只剩下灵甲和血肉还有些价值了 哦对了 你可能不知道内单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跟你们人族佛宗的舍利子差不多 乃是一名妖族一身精华的凝聚 听到清离这么一说 苏庆的心中却是忽然一动 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 这让他不由地陷入了沉思当中 一旁的清离看到这副模样 并没有出言打扰 他只是摇了摇头 绝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明的神色来 等片刻后 苏信醒来 清离这才倾笑的 哼 你方才肯定是在算计别人对不对 苏信好奇地说道 这你也能看出来吗 这你也能看出来吗 精离点点头的 我们清秋湖族最擅长的还是看透人心 当然你这个人很复杂 我是看不透的 但靠猜的还是不成问题的 苏信也没有反驳 他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这一路上若是不如此算计的话 估计也没有现在的这番实力和地位了 方才他听到清离说这赤火焦王的那单可能功效大减 只有阳神静的力量 苏信不禁有些失望 虽然这蛟龙林甲和海谷什么的 也都是属于价值林城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苏信只能拿出去做交易 他自己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对于现在的苏信来说 任何外物 对于他的帮助都不如他自身的实力增长来的大 不过方才苏信转念一想 这赤火焦王的那单 既然对自己的作用不大 为何不能将其用在别的地方呢 既然不能用来增长实力 那索性就用来增长势力好了 别看这赤火焦王的那单 现在作用小 但结合苏信方才想出的计划 如果利用好的话 苏信是真的有可能一举搅动这西北道的风云 彻底成为这西北道的主宰者之一的 而就在这时 苏信的脑海当中 系统的声音忽然传得来 发布主线任务 江湖巨拨 三 任务描述 身为江湖巨拨 自当雄霸一方 威震江湖 搅动一地风云 削弱西北各大部族的实力 增强自身的力量 成为西北道仅次于武学圣地大雪山的霸主 实现一年 任务奖励 反派值五千点 高级抽奖三次 失败惩罚 自身跌落一个大境界 或者减少寿远百年 二者任选其一 听到这次主线任务的内容 苏信的表情倒是没有怎么变化 其实不用系统追足 苏信来西北道的计划 本来就是要先削弱对方的实力 然后增强自身的力量 但关键是 系统这次确实要让苏信 在势力方面 仅次于武学圣地大雪山 将所有的西北部族踩在脚下 这可就有些难了 众所周知 大雪山是从来不管事的 顶多就只是会出面调停而已 所以苏信的势力 若是真的能将所有的西北部族 都踩在脚下 他也差不多就可以算是称霸西北 成为真正的西北王了 所以这次苏信的算计 还要闹得再大一些 再狠一些才行 想到这里 苏信对着清理说道 你我联手 能够在取出炙火焦王的内单之后 再将其完整地放回去吗 清理的神色有些奇怪 能倒是能 短时间内是没问题的 不过内单取出来 你还放回去干什么 欣赏一下就准备给别人了 苏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 森冷地笑一道 差不多 准备送给某人一份大礼 第1095集 布局上 看到苏信的这副表情 清理倒是没有多说声了 因为他对这副表情很熟悉 以前他父亲执掌清秋胡祖的时候 他想要算计其他妖族时 便会露出这种表情来 他们清秋胡祖一脉 因为正面对战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所以在众多妖族当中并不属于上流 但他父亲却是硬生生凭借着自己的手段 让他们清秋胡祖成为了上位妖族当中的娇娇者 所以对于苏信这种暗中的手段 清理倒是不怎么排斥 反正他都已经是熟悉了 赤火交往现在已经是神志不精 所以苏信和清理并不敢靠得太近 他们两个一个受伤未愈 一个只剩下元神之躯 发挥出来的实力是有限的 所以他们两个并不想要冒险 两个人在远处施展元神秘法 将力量灌注到赤火交往的脑海当中 以强大的元神之力控制着赤火交往的行动 苏信这才出手将内丹从这巨大的蛟龙体内逼得出来 赤火交往的内丹乃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赤红色圆球 上面留有一股奇异的纹路 乃是天地生成的腰纹 苏信这时候又到系统空间内 兑换出来的异端龙元气息来 塞进了这内丹当中 上次苏信便曾经用了泵血气息 坑过苏家老祖和一众武者 这次苏信虽然用的是龙元气息 但他却并不准备顾气重施 而是想要用换个手段 不过当经理看到那龙元气息之后 他却是吓了一大脚 真龙的气息 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东西的 要知道就算是在上古妖族的那个年代 真龙也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世间妖族的体内能留有一丝真龙的血脉 便已经是了不得的存在了 就比如这赤火交往一般 别的妖族都在这镇压当中死了 只有他活到了最后 苏信淡淡地说道 意外得到了 只是一团气息而已 不用那么大惊小怪的 经理的美目横了他一眼 不是妖族 永远复制到龙凤这种存在 对于妖族的影响有多大 在妖族心中 龙凤的存在几乎就等于 人族传说中 神仙一般 也不知道是不是 这赤火交往本身 就带有着一次真龙血脉的原因 他的内单竟然跟 龙元气息融合得极其的完美 倒是没出现那种排斥的情况发生 但苏信还感觉有些不够 所以又咬着牙塞进去的四团龙元气息 这东西的价格可不便宜 一百点反派十一团 跟那凤血气息是一个价 苏信对于自己的物品 还算是很满意的 五团龙元气息融入到了他内单当中 使得那原本赤红色的内单 现在已经是变成了金色 绽放出一股金色的光芒 苏信再重新将内单 放入到赤火交往的体内 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刻钟 当苏信和清离收回自己原神之地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那内单当中蕴含着龙旗的原因 这赤火交往好像比方才精神的许多 死后之声更大了一些 清离诧异地说道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苏信笑了笑道 没什么意思 只是将引一些人上钩而已 上次苏信是想要用凤血 让苏家成为交战的中心 而这次苏信 脚坑的其实是整个西北道 这次苏信不会把这个内单藏着椰子 而是准备将其送到一个人的手里 那个人便是慕容宗正 整个西北道拥有阳神经的部族大概有二十个 但像拓坑式那样的其实就已经不足为虑了 一个真正的顶尖势力 想要传承下去 那就必须要一个正直壮年的阳神经武者 还有起码三名天父合格 有着晋升阳神经机缘的荣神经武者才行 像拓坑式那般 拓坑鱼已经日泊西山 而整个拓坑式的荣神经武者 倒是能勉强找出那么三四人 可惜不是天父不好 便是年纪偏大 就算是其族长拓坑苍翼 都已经没了踏入阳神经的希望 所以等到拓坑鱼一死 他们拓坑式就连中流的位置都保不住了 而除去像拓坑式这般招不保夕的部族 掌握整个西北道命脉的部族 大约只有十个左右 这些部族当中要么有正直壮严 处在巅峰状态的阳神经武者 要么并有族人在大学山内担当教习 有着一定的话语权 因为西北道各大部族通缉连之 所以在西北道掌握有话语权的部族 其实并没有分住个第一第二来 虽然实力不同 但起码大家在表面上的地位还是差不多的 苏信要做的便是将这内丹 塞住到一个部族的手中 让其以为自己可以拥有挑战整个西北的力量 到时候整个西北道还会如同之前那般平静吗 至于这个人是谁 苏信其实从一开始便定好了目标 那就是慕容氏 中离氏和慕容氏算是西北比较强大的部族之一 中离氏有三名阳神经的存在 其中有两人在大雪山担任教习 可以说实力地位都十分的不凡 但若是要让西北部族的人来说 他们却都会认为在大雪山 没有一人的慕容氏实力要比中离氏将 其原因便是慕容氏的老祖慕容龙契 这位慕容氏的老祖慕容龙契 其实应该是慕容氏上一辈的族人 他甚至比慕容宗正还要大上两倍 但因为慕容龙契早年曾经有过机缘 误服了一种天地其真 所以导致其寿元大掌 他现在虽然已经是三百余岁了 但自身却还是处于巅峰状态 已经达到了阳神经巅峰的修本 而且他可不是像其他西北道的那些舞者一样 缺少与人死战的经验 他早年曾经前往了海外闯荡 也算是身经百战 自身战里极其的惊人 起码现在整个西北都公认慕容龙契 乃是西北道仅次于大雪山山主 澹台灭鸣的强者 而且慕容龙契已经有十余年未曾出手了 这些时间他都在慕容室内闭关 为的便是想要突破真武镜 只不过真武镜哪里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据说慕容龙契闭关这么长的时间 他甚至连边都没有摸到一点 但当苏信将这真龙内丹送到慕容龙契的手中 他会不会生出些什么别的想法来呢 西北道的各大不足又会是什么反应呢 现在西北道如此的平静 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有大雪山在 有澹台灭鸣在 但慕容龙契有朝一日若是晋升到真武 他们慕容室又岂能甘心屈居于大雪山之下 人都是有野心的 慕容室也是如此 中离室有两人都在大雪山担任教系 慕容室作为西北道唯一能够跟中离室比肩的存在 他们族内也一样有三位阳神境的武者 实力也都不弱 为何慕容室连一个人都没有加入大雪山 其实倒不是慕容室的武者没有资格进入大雪山成为教系 只是他们不愿意去而已 第1096集 布局下 慕容龙契有着晋升真武 跟大雪山和坦坦灭明争锋的野心 所以他自然不会让自家的人成为大雪山的手下 虽然他的动作做的都很小心翼翼 但苏信还是能从他的举动当中察觉出一点意思来 等到了那个时候 其他的西北部族又会如何选择呢 苏信倒是很想看到这一点 看着苏信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清离为我的撇了撇嘴道 我可是把自己的消息都告诉你了 你对我隐瞒又有什么意思 怕我将你的计划泄露出去吗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苏信摇了摇头道 不是我不告诉你 而是我的计划跟外界各大势力的局势 有人密切地关联 我把计划告诉你 你也听不明白 除非我把现在外界的信息都告诉你 只不过那样一来 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你还是等到自己出去后慢慢地看吧 清离不懈地笑了一声 哼 你们人族这些年来还真是弱得厉害 我记得你们以前密法挺多的 现在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了吗 说着 心里手一伸 迅速地在地面上明刻了一门密法出来 这门密法很简洁 只有几百字 其实 作用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 用精神力模拟出来 然后直接灌注到对方的脑海当中 这样要说很多天才能够说明白的东西 只希望一瞬间对方就能够知道了 苏星看法之后 摇摇头道 其实 有些密法不是我们不愿意去研究 而是研究出来 也只能是鸡肋而已 你这密法江湖上不是没有 而是很少有人会去使用 其原理跟密宗的灌顶之术如出一辙 只不过 以灌顶之术 还要简单吃些得多 但同样 这门密法 对使用者的要求 也高到了一定程度 云神修为 弱一些的 根本就没办法动用这密法 将信息 以精神力的方式压缩 而精神力弱的物者 若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份东西 他接受的 可就不是信息的 而是催命无 恐怕 他当场 就会被这股强大的精神力 所冲爆的 眼下江湖上 有功法 就是如此 追求的不是强大 而是实用性 谁都知道 上股功法未能强大 但其对于资质的要求 太高了 所以 后世的物者 才将其简化 虽然 微能下降 但却适合 大部分的物者修炼 能够让一个宗门的实力 快速的提升 当然 以苏锦和精力的实力 用这门密法 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 苏锦也把这万年以来 江湖上的大事件 还有当下的一些消息 都用密法 传递给了精力 这些东西 若是靠精力自己去看的话 他估计 怎么也要在外界 看个十天半个月 才能够看完 了解了 西北道的局势 在联合苏锦的计划 清离 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这个计划 并不算高明 充其量 只能算是最大限度地 利用了这些人的贪欲而已 昔日 我父亲在妖族当中 合纵连横 所布下的陷阱 一环扣一环 甚至曾经灭过 一众尚未妖族 苏锦摇了摇头道 我从来没有认为 自己的计划 有多高明 论及 算计普局 我当然 也比不上活了几万年的 清九狐王 不过计划 没有高明和不高明之分 只要管用就行 对于江湖中人来说 明立二字 是最难跨过的关卡 江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争端 都是从这里面来的 所以 我只要把握好这两个地方 便足够了 这次清离倒是没有出声 他思考东西的方式 还是在上古时期 现在妖族都已经没了 他要融入这个江湖当中 自然要先学学 怎么做一个人才行 制定好计划后 苏信让清离 暂时依附到卑邪剑当中 他则是要以自己当为诱饵 将慕容宗正他们都给引过来 只不过 现在他已经受伤 所以苏信 没有选择跟慕容宗正他们硬碰硬 而是故意在每个空间内 都出现一圈 让慕容室和中立室的人 都发现的 让这两个市里的人 都向着他的方向追来 而这两个西北最大的部族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同样也吸引了纪无悦 龙虎道门的常怡凡等人 他们还以为这两个部族 是发现了什么宝贝呢 所以也一起赶来看了个热闹 感觉自己吸引的火力差不多了 苏信并停留在了距离 那赤火交往间隔一个空间的地方 装作体力不济 被那两个族的人给围堵了下来 慕容宗正和中立位同时赶来 两个人看到苏信竟然真的在此 他们眼中也是流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 这苏信的胆子倒是真够大呢 他都已经受伤了 好不容易逃得一命 现在竟然还不离开 当真是人为才死 鸟为狮亡 慕容宗正和中立位对视一眼 准备现在就下杀手 他们之前都已经是追杀过苏信一次 双方都已经结成了死仇 要么不动 要动就必须要将对方斩草除根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等人 追杀苏信的消息泄露没泄露出去 但眼前他们要做的便只有一个 那就是诛杀苏信 慕容宗正和中立位迫不及待的想要动手杀苏信 但苏信算着时间 和掩月他们应该是听到风声快砍过来了 自己支撑片刻还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苏信有恃无恐的说道 你们两个便这么迫不及待的要杀我吗 众母回归之下杀了我 你们向过大洲的报复吗 两个人都是冷恒里声没有说话 周身真气瞬间爆发一步踏出 便已经向着苏信杀来 当断不断反寿其乱 反正他们都已经动手了 大洲的报复以后再说 不过就在此时一道凛冽的刀光 却是从天而落 好像要斩破天地一般 直接将慕容宗正和中立位的攻势给打断了 两个人跟那刀光对轰了一些 但那股强大凛冽的刀意 却是透骨而出 顿时让两人猛哼了一声 眼中露出了惊骇之色 太行山寨 天下无头 可隐喻 慕容宗正和中立位两个人 也跟不少的阳神经舞者交过手 但他们唯独却没跟柯隐悦这种级别的存在交过手 一刀就斩碎了他们两人的攻势 却只凭借着这一招 他们就能够感觉出这柯隐悦的不好惹 第1097集 唯独 手持火力隐悦刀的柯隐悦 站在苏信的身前 愣笑说道 哼 二打一 你们这帮西北异族倒是好大的本质啊 你们这么有兴致 不如撒家来陪你们玩玩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撒家一并接着 作为大洲皇室供奉堂的人 其实柯隐悦暂时还没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身份当中去 对于他来说 自己依旧是太行山寨的寨主柯隐悦 只不过柯隐悦知道自己的太行山寨投靠了朝廷 乃是苏信在其中牵线的 而且朝廷对他们也的确是不报 该付的报酬他们也都付了 所以苏信对他们太行山寨有恩 这个恩柯隐悦一定是要报的 而且这次行动乃是柯隐悦第一次代表着大洲行动 他若是让苏信在这里出了事 他的一张脸又往哪里放呢 所以于公于私 他都不能让苏信在这里出事 慕容宗正眯着眼睛说道 使人都说你们太行山豪杰无数 怎么 现在竟然也投靠了朝廷 成了那朝廷英权 你柯隐悦号称是天下无敌 在大洲人皇面前 你还敢持刀吗 柯隐悦不懈地说道 少跟撒家说那些没有用的 撒家是不是豪杰 你可没资格评论 你们这帮西北异族还看不起撒家 你们整个西北之地不隐一样 要对外称西北道吗 有本事你们倒是造反自立呀 你们若是有胆子立国 撒家立刻过来投靠你们 你们敢不敢 此话一出 不光是慕容宗正和钟离位 就连在场一些跟过来的 其他部族的强者都是脸色一黑 敏向不善地盯着柯隐悦 都说太行山寨这帮倒腿嘴臭 现在一看果不其然 这柯隐悦说话便说话 结果一开口 便将他们所有的西北各族都给嘲讽了进去 他们其中某些人倒是有建国的心思 但有几个敢自立建国的 如果他们西北道之前便成立一国也就算了 大洲也懒得去管他们 就如同西域三十六国那般 整个西域三十六国其实比他们西北道也强不了多少 甚至那三十六国也不是每一国都有阳神经武者坐镇 所以论实力的话 西北道其实是可以自立一国的 虽然说这个国家的实力比较弱 比不得金仗汉国 只能像东晋和西域三十六国那样被大洲吊打 但问题是 他们眼下已经名义上臣服大洲了 若是在半路建国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叛逆 大洲岂能坐视不管呢 昔日大进末年之事 西北道这帮人倒是生出了点别一样的心思 想要建国 不过可惜最后却流产了 原因很简单 真建国的话 哪个部族去当皇族呢 而且如果像西域三十六国那般 一个部族便自称一国 然后大家组成一个联盟倒也可以 不过问题是 正一来力量就分散了 他们这所谓国家的力量也未免太弱了 简直就跟他们现在的部族的身份 没什么区别 西北道之地虽然大 但再大也大不过西域三十六国 人口稀少 根本就不够资格建国的 所以当初一犹豫 建国的想法就流产了 到了现在 却是再也没有一分的机会了 不过可掩月这一声嘲讽 确实惹怒了其余部族的人了 当即并有数个西北排得上 前十的部族物者都站了出来 江苏信等人就包围在中央 其中有五名阳神经的物者 都站在他二人的身边 一副剑拔弩张的模样 柯掩月是强没有错 但他就算是再强 还能同时立地他们 七名阳神经的存在不成吗 看到这一幕 柯掩月皱了皱眉 西北道最麻烦的就是这点 一个部族出世 其他所有的部族都跟着一起上 这种情况换成谁都会头疼的 所以中原的物者 算是外出闯荡游历 寻找些机缘什么的 有的去西域三十六国 有的去金帐汉国 甚至去海外的也不少 但却很少有来西北的 除非你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现在大洲的那位 窦元天尊赵五年便是如此 昔日他在西北大雪山之巅 力战一众阳神境的武者 虽然不是围攻 但却也是车轮战 具体人数不知道 但怎么着 也要有十人左右了 所以说 你若是没有赵五年昔日的实力 还是趁早别在西北道惹事 否则你的下场估计会很惨的 但一旁的苏信脸上 却是没有丝毫的意思 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这些西北部族又是否会继续这么团结下去 正在这时 苏信却忽然撇到了一个人 蔡庄主 之前我们合作的可是很愉快 现在我有难 你难道就不准备帮上一把吗 躲在人群中的蔡三元面色顿时一黑 这苏信还真是阴险 竟然在这个时候将他给咬了出来 果然 随着苏信的话音落下 慕容宗正顿时将目光就转向了蔡三元 他可没望之前这次 竟然敢联合苏信对他出手 抢夺他那巴舌一孩的事情 不过蔡三元倒也是骨雀之辈 既然得罪了慕容室 那他索性便得罪到底好了 所以蔡三元皮笑肉不笑地站到了苏信这边道 苏大人 既然我等是盟友的话 你这么坑我好像有些不地道吧 苏信摇摇头道 我这可不是在坑你 而是在帮你 没等蔡三元问什么呢 苏信便直接大声说道 诸位 这处妖族封印之地的情况大家也应该都知道了 但不知道进来的这段时间内 诸位都想到了些什么东西 恐怕还是被西北各大部族联手逼退的情况多吧 你们各自为战 如果是单独遇见还好说 但如果是两个部族碰到一起 肯定是他们先将你们居住出去 再各自商量分配 如此一来 这处封印之地里面的东西你们又能拿到几成呢 现在你们不站出来 难道还准备空手而归吗 随着苏信的话也落下 钟离卫联盟立刻说道 苏信 你莫要在这里蛊惑人心 苏信摇摇头道 不是我蛊惑人心 我说的是事实而已 在场的诸位难道自己没看到吗 那些西北部族的人脸色补油的变了变 因为苏信说的没错 之前他们一直都是这么看的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这些西北部族便想要将苏信等人排斥在外 只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苏信等人临手逼迫 所以他们这才作罢的 引下进入了这妖族的封印之地之后 他们这些西北部族自然会下意识 联合在一起 先把苏信这些外人全部都给排斥出去 其实论实力 龙虎道门的常义凡 和那黄泉教的薛九阴实力都不差 一对一的话 那些西北部族争不过他们 但若是二对一 甚至是更多呢 西北道散修当中的姬乌岳和月东流最先站了出来 默默走到了苏信的身边 其实他们两个才是最倒霉的 因为从近来到现在 他们连根毛都没有捞到 第一个自然是因为他们运气差 第二个便是因为他们实力不济 像是常义凡这种实力的存在 就算碰到了一家西北部族 他们也不敢跟常义凡争风 甚至两家都不敢伤 但那姬乌岳和月东流两人 却是根本搞不定对手 之前他们还都是单独行动 就算是找到了一处机缘 也都被那些西北部族联手占据 直接将他们给赶走了 这三人当中 也就只有蔡三元靠着跟苏信联手 这才有了不菲的收获 所以这次就算是苏信不站出来 说这番话 他们也准备要联手一起搜寻 黄泉教的薛九音 也是黑黑冷笑着走了出来说道 你们西北道之人这么做 可是不讲规矩啊 既然如此 那我这边也只能找个盟友了 苏大人说话算话 客宅主那也是江湖上的豪杰 站在他们这边 总比什么也得不到为好啊 在场的这些人里面 也就只有成一帆没动了 当然 他也是有这个词心 就算是不跟苏信他们联手 他也可以跟西北部族的人争锋 他带来的龙虎道门弟子不少 都在寻找着一些无人的空间 查看其中有没有保存完好的妖族遗骸 最后报告给他 以他的实力 只要不是树家西北部族联合在一起 只有那么两三家的话 成一帆根本就没放在眼中 所以这段时间别人没有收获 他虽然也在西北部族众人联手的压力下退走过其次 但他的收获还是颇疯的 而且那雷翼虎王的遗骸也被他找到了 上面龙虎道门的秘书符文也都在 可以说 这次常怡凡的任务其实都已经完成了 他现在继续留在这里 就是为了捞好出来的 在这妖族崩印之地当中 西北部族的人的确很多 但说到实力 苏信等人联合在一起 却是不逊于他们的 慕容宗正等人的面色顿是一黑 他们本来是为了杀苏信而来的 结果苏信没杀成 却是让这一群人都联合在了一起 组成了这股让他们都不由得 维持心惊的势力 不过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几名西北部族的武者 却是从前的那赤火交往所在的空间内 跑出来大喊说道 长老 那是空间内有玉孙活着的妖王在 在场的众人都是一惊 之前他们找到了那雷一虎王的尸体 他们还以为这些上古妖王早就已经死透了 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有一尊活着的上古妖王 不过他们被封印在这里万年的时光 就算是昔日堪比真武性的上古妖王又能如何呢 估计现在也没有多少的力量呢 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 在场的众人全都快速地进入到了那处空间当中 一进来看到的便是那赤火交往仰天怒吼的一幕 果真是一尊活着的妖王 不过他的力量已经被消磨得差不多了 现在顶天只有阳神镜的力量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神智已经彻底消散 跟野兽一样了 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松了一口气 如果是这样 那就好办多了 有阳神镜的力量并不代表 你就是有着阳神镜的实力 不同的变通只会疯狂攻击 野兽不足为虑 他们这些人完全可以斩杀这一头实力 并不这么强大的妖王 只不过眼下斩杀妖王倒是不成问题 但事后这所得的东西怎么纷飞呢 一众人都互相对望 谁都没有先出声 龙虎道门的常义凡最先站出来的 眼下你我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不如先把这蛟龙斩杀 所得的东西咱们事后按照实力分配如何 否则大家都在这里对峙缠斗 只能是平白浪费时间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般行事 所以众人都点了点头 意义其杀相的炙火交往 这位上古妖王昔日是什么实力 众人不知道 但现在对峰是绝对不可能在十余位阳神镜武者的围攻下存活的 苏欣并没有动手 而是在一旁等待着 这时李坏和孙不害也都走了过来 李坏眉头一皱到 老大你受伤了 苏欣点点头道 慕容宗正 钟离卫 或不与三人联手 我想要不付出丝毫的代价离开 是不可能的 李坏没有多说话 因为他知道苏欣的性格 他绝对不是那种吃了亏就忍下来的主 紫氏 钟离氏和慕容氏 若是不付出一点代价 那才叫奇怪 而听到苏欣那轻描淡解的话 站在苏欣身边的孙不害却是一阵的责赏 以荣神镜的实力 引来三名阳神镜强者的围攻 这种事情 本来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一般的存在了 结果还被苏欣给跑了 苏欣的实力 现在究竟恐怖到什么地步了 孙不害咳嗽了一声道 苏大人 你的伤势 虽然不轻 但 也不算太重 我这里有一味药 吃下去之后 你的伤势 立刻便可以好上六成 然后我再给你开一副药方 按照药方服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便可以痊愈了 说着孙不害直接 给他苏欣一枚泛着金色的丹药 苏欣一口吞下 这丹药的药力 响大的惊人 几乎是瞬间 并已经将苏欣体内的伤势 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说实话 孙不害还真是给他苏欣一个惊喜 能尽快恢复自己的伤势 对于苏欣接下来的计划 是很重要的 世人都知道 孙不害炼毒的本事 算是江湖上顶尖的存在 唯有他们能跟他比肩 但殊不时昔日 孙不害能够被列为药王骨的启程人 他真正擅长的还是炼药 要不然他的绰号 也不会是独守药王的 只是现在大部分人 都忽略了他绰号当中的药王两个字 苏欣对孙不害拱手说道 多谢孙大师的 第10099集 至宝出世 吓 孙不害的作用 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大 虽然 说是眼下江湖上 各种疗伤药多的是 但大部分疗伤丹药 其实都是量产的 虽然 种类比较繁多 但 却没有那种 治白病的神药 每个武者受到的伤势 肯定不会一样的 所以 张义来 便需要炼丹师查看生事后 对症下药 正是因为这点 要王谷才能结识到那么多的大派传人 无数宗门的武者 对其感恩怠惰 孙不害摇了摇头 苏大人 你曾经救过我的性命 跟救命之恩相比 这算不得什么 苏信点了点头 眯着眼睛 看着孙不害 也不知道在算计什么 而此时长中 在慕容宗正等人的光光之下 赤火焦王只坚持了不到一个钟 便直接被轰杀了 看着那庞大的身躯倒地 众人的眼中都露出了一丝 满意之色 如此巨大的腰身 外加这赤火焦王 还只是刚刚被斩杀 这其中的价值简直无法顾量 这是 慕容宗正也是看着众人说的 现在我们应该商量一下 这焦龙的腰身 该怎么分配了吧 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 立刻又是一副警惕之色 双方再次对峙了起来 事关自身的利益 这种事情可没人会麻糊 站在众人身后的苏信 眼中露出了一丝冷燃之色 就算他们西北部族 真的是同气廉质 在这种时候 他们又会如何选择呢 那赤火焦王的内丹之上 被苏信灌出了龙原的气息 苏信同样 也使用了白玉石板上的密码 在这内丹之上留下了一道印记 这道印记很简单 苏信也不敢弄得太复杂 虽然只是很微弱的一道印记 但却可以操纵那内丹进行简单的动作 所以在苏信的引动之下 那已经是随着赤火焦王身死而变得死尽的内丹 顿时就跳动了一下 这一动之下 却是让在场的众人 顿时感觉到了一股鼻痒的气息 灰红浩然 无比的强大 在这股气息之下 就算是阳神经的存在 也忍不住想跪下摩拜 跟其他人相比 慕容宗正所受到的影响 则是更大 他们慕容室修炼的 本来就是带有龙气的功法 所以他们对于这股气息最为敏感 慕容宗正忍不住出手 一道剑气 从那赤火焦王的腹部划过 伤口裂开 顿时金芒大声 以为带着金色光芒的内丹 闪耀而出 一道道龙营 在那内丹周围盘旋着 发出一声声震耳欲龙的龙音嘶吼 真正龙内丹 在场的众人脸色顿时一变 他们此时就算是再白痴 也知道眼前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他们知道 从一尊蛟龙体内诞生的 不可能是真龙的内丹 但他们却能肯定 这内丹之上 已经蕴含着不弱的真龙气息了 在看到这真龙内丹的一瞬间 他们便挠不出了这内丹的来历 之前他们在跟着赤火焦王交手的时候 便感觉这焦龙竟然是带有一丝真龙血脉 十分的难得 虽然这只是一头焦龙 哪怕他的真龙血脉 只有那么微弱的一丝 但那也是远超其他妖王的尸海 而现在一看到这龙气弥漫的内丹 他们下意识呢 便以为这赤火焦王巅峰时期的实力 便非常惊人 已经凭借着一丝真龙血脉 炼化出了这真龙内丹 只差一步便要化龙了 却没想到被人族强者给镇压了 当然这真龙内丹的珍贵程度 已经不用众人多说了 就算是傻子都明白 这乃是无价之报 上次吴通山奉血出世 可就引来了大批的强者 就算是阳神经的物者也会心动 而且上次那还只是奉血 而不是凤凰的内丹 但这次出世的虽然也不算是 最为纯正的真龙内丹 但这其中的龙旗已经快要溢出来了 为时异常的恐怖 绝对要被那奉血吸引人多了 联想到事前那奉血的功效 这一枚真龙内丹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在场的众人看向这真龙内丹的眼神中 都不禁充满了贪婪之色 慕容宗正是最先忍不住的 因为这真龙内丹关系到他们慕容室的命脉所在 他们慕容室的老祖慕容龙气 现在已经到了阳神境巅峰的境界 只差半步就可以踏入真龙了 但就是这半步 他却是走了十余年 仍旧没有摸到一点边了 但如果他得到了这真龙内丹 再加上他们慕容室家传的龙气功法 天龙化玉绝 慕容龙且并有九成的纪律晋升正武 到时候他们慕容室在这西北地区 便足以跟大雪山争锋 想到这里 慕容宗正此时已经顾不得其他的 趁着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慕容宗正的身心犹如闪电一般 瞬息时间便跨越出了十余掌 手一伸 顿时一股强大的真气 就拉扯着那真龙内丹 向自己的手中飞去 好胆 常依凡冷恨了一声 玄遂虚空 一阵天龙似乎之声响起 直接就震锁了虚空 将慕容宗正给袭退了 这真龙内丹对于他常依凡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体质特异 龙虎道门的龙虎密道 也只能是修炼出龙之力 那奉献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谁也不知道那奉献究竟有没有能让人晋升阵武 真正严寿千万载的功效 但眼前这真龙内丹 可是他们心眼看见 从一尊极胶化龙的妖王体内 拿出来的 单凭这一点 这真龙内丹的可信度 较比之前那须无标渺的风险高得多 眼前这可是一个让人晋升真武的机会 谁人甘心放弃 虽然说 隐下在真武不出世的情况下 他们便是整个江湖上最顶尖的强者了 但前提都是在真武精的陆地神仙 不出手的情况下才是 如果真有真武精存在出手 他们连个屁都不是 第1100集 加入战局 上 西北大大小小几十个部族 为什么以大雪山为孙呢 这其中固然有着大雪山 有较无类的形式风格 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却还是大雪山 有澹台密鸣这么一个真武精的相扯在 真武林空陆地神仙 这是江湖上人人都在向往的境界 可以说 就连拓尾鱼那种已经受缘将至的阳神经武者 都想要在临死之前活上那么一把 更别说别人 所以眼下十余名阳神经武者 一起出手 整个空间内顿时掀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暴 直接将眼前的一切做笼罩 其他那些容神经和化神经的武者 根本就插不上手 只能退到那空间的边缘 而此时场中表现最为耀眼的只有四个人 其中科颜月不用说了 他的玻璃隐月刀所过之中 刀芒凌冽 气势无双 敢跟他硬碰硬的存在 趋势合手 而龙虎道门的常义凡也是如此 他天龙武尊的名号不是白给的 龙虎道门的一身道家玄功 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一拳轰出 龙吟嘶吼 威势无量 一脚踏地 犹如神龙白尾 踏碎善河 跟这两个霸道之际的人物相比 那黄泉教的薛九阴 就显得有些阴险了 他们黄泉教的功法 走的是阴邪以发的路线 包括他现在跟人交手 也是如此 身为阳神将的武者 却不跟人正面对战 他只要看谁往前靠 他便找机会出手偷袭 最重要的是 他的实力并不弱 就算是科颜月跟常义凡 也无法无视的 而至于这最后一人 则是慕容宗正 不得不说 在一众西北部族的武者当中 他的实力的确是最强的一个 不过即使如此 他也没有摸到 那真龙内丹的边 最让他气愤的还是 阻拦他的并不是科颜月 这些外人 而是钟离市的钟离卫 还有其他几个西北部族的阳神经武者 这真龙内丹 他们自然也是想要的 但如果他们抢不到 就算是给了外人 那一定不能让慕容室的人抢到 眼前这些人里面 无论是谁抢到 这真龙内丹都不要紧 哪怕他们当中 出了一个真武经的强者 其实也无法改变 现在江湖的格局 毕竟这天下也不光 就你一个真武经 但靠一名真武经的陆地神仙 也不可能搅动整个江湖的风云 但西北道就不一样了 他们西北道虽然不小 但也只能容得下一位 真武经的强者 谈谈命名 常年隐居大雪山 不理事事 大雪山的那些舞者 也不会对其他部族出手 他们只会调节部族之间的纠纷 但如果让慕容室得到这真龙内滩 让其老祖慕容龙起 晋升真武 那西北道的局势 必将改新 大雪山没有侵略性 所以他们可以安心地 奉大雪山为尊 但谁要说慕容室没有侵略性 那纯粹就是在糊弄傻子 抱着这种心思 他们虽然没有太明智来 但也是在暗地里 给慕容宗正 搞了不少的小动作 就是不让他接近那真龙内丹 看到那边打得这般热闹 苏信眼中也是闪过的一丝冷蒙 这样可不行 他可是准备 要将这真龙内丹 送到慕容室的手中 钟离师等人这般阻拦 慕容宗正还抢个屁 一旁的孙波海 察觉到苏信看着钟离师的人一眼中 露出了杀鸡 他不由地笑道 苏大人 你想要对钟离师的人动手 苏信点点头道 准备上去操操热闹 在场的荣神经武者当中 也就只有苏信有资格说话 这种级别的战斗 他们根本就插不上手 一个弄不好 可就是被人一巴掌拍死的节奏 孙波海拿出了一枚丹药 交给苏信说道 靠近钟离卫的时候 把这东西碾碎 会有奇效的 能够毒杀杨神经武者的剧毒吗 苏信疑惑地问道 传说孙波海对毒力的研究惊人 他身上甚至又能毒杀杨神经强者的剧毒 只不过孙波海又不是白痴 他自然不会去得罪杨神经的强者 所以那种毒药到底存不存在 这点谁也不知道 孙波海黑黑地笑道 那种剧都是有 不过杨神经的武者又不是白痴 不可能面对面就给对方下毒 所以我这宝贝可不是毒药 而是补药 大补之药 这丹药名为爆灵丹 捏碎之后 只要闻到一丁点的气息 便会勾动自己体内的真气沸腾 而且同时还会勾动外界的天地元气 让自身爆发出绝强的一击 只不过这种手段太过极端 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经脉给弄伤了 必须拥有一定肉身修为的武者 才能够使用 那钟离世的开天神诀 是强大没错 但对于自身经脉的损伤 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这次给他们加点料 不知道他们能否承受得住 这么强的力量 身为炼药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孙波海看待事情的眼光 自然是跟巡城人不一样的 不过不管什么手段 只要管用就好 苏信直接拿着爆灵丹 走进了战团 其他人虽然看到苏信加入了战团 但却没人理会他 虽然他们都承认 苏信的确是有跟杨真敬武者一战的势力 但在这种时候 别说是苏信 就算是柯隐月跟程一帆 都被一众武者给缠住了 你苏信还能力压这么多的阳神经武者吗 夺得那真龙内丹不成 所有人都下意识把他给忽略了 他们的目光都在紧盯着那真龙内丹 只要有人靠近那真龙内丹 必将遭到所有人的狂攻 不过就在这时 苏信却是出手了 他手冲的飞鞋剑振荡着 带出无尽的剑意冲销 剑二十三施展而出 攻向的却正是中立位 苏信的剑道之强 中立位在之前追杀苏信的时候 就已经领教过了 不提他那惊艳的飞仙一剑 就算是这剑二十三 和先天破体无形剑技的威能 都不是中立位能够等先逝制的 所以中立位立刻从那战团当中收手 开天神觉施展到的极致 神盲大圣 直接竖上围刀 向着苏信就斩了过来 挡下了他的剑二十三 苏信 你疯了不成吧 中立位怒吼了一声 他现在显示是无法理解苏信的思维 这龙内丹就在眼前 你苏信有实力跟杨真净武者一战 那你倒是去争夺那真龙内丹呢 你跟我较什么劲啊